太容易,不算太容易 那 可是雖然不算容易啦,但是他還是沒有把VBA 納進來 也是基本上還沒考到VBA 即便像這樣的題目,很多人也已經頭昏腦脹了 將來如果後面有時間的話,我們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程式要怎麼樣撰寫 基本上流程 還是一樣,第一個 進到哪裡了,Visual Basic 所以慢慢的話,各位要熟悉,VBA怎麼撰寫,反正就是基本 先點Visual Basic 第二個的話,要做什麼,第二個你要先確認什麼,確認你的 這個,比如說我們的,應該是這一個,先把這個先關掉好了,因為這個是完成的 那我們的專案,基本上 如果 你第一次撰寫的話,裡面應該是沒有那個可以撰寫的地方,就是那個 所謂的模組 那模組的建立的話,一樣按右鍵,這邊有個插入模組 OK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前面好像,不知道有沒有特別講到 如果說你的 你的這個檔案 是2007以後的版本的話 那 XLS X4的話呢 裡面是沒有聚集的 也就是你寫完VBA之後的話 你務必一定要另存新檔 為什麼呢 上面這個 XLS 加一個M M的話就是Marco 就是你的程式 如果你沒有存 XLSM的話 那很抱歉,裡面的聚集,裡面的 你寫的VBA程式,你寫的什麼 制定的 函數的話 就會通通消失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也說我們現在寫沒關係 但是最後呢,一定要把它另存新檔 那首先 切到 從這個 VBA這個環境 切過來之後 那記得就是我們頭一定是專案 那假如說我前面一直 強調說如果你忘記 你這個地方 不小心怎麼樣呢 把這個東西通通關閉了 你還是可以在什麼呢 專案總管裡面去找到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因為我 開了兩個檔 應該我們現在是練習是這個按右鍵 那第二步就是怎麼樣呢 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預設是沒有模組 那什麼時候會幫你增加模組呢 第一個你自己增加 第二個是你有錄製過劇集 如果你完全沒有錄製過劇集 也不會有模組 所以如果你有錄製過的話才會有 那你不要以為奇怪為什麼有 應該是你之前有做過那個 錄製的動作 那插入一個模組 他預設名稱就叫 MARJO1 那這個名稱要不要改 其實看你 一般是不改 那可不可以更改名稱 當然也可以啊 你可以這邊的話呢 可以直接把這個名稱做更改 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程式要怎麼 撰顯的 這邊可以插入 一個程序 不過插入程序的 游標不能放這邊 記得要放這邊 按插入程序 因為有很多同學 老師為什麼這個插入程序不能按啊 因為你游標現在放這一邊 放這邊的話呢 就不會有問題 插入程序 那程序名稱的話 比如說我們叫做合併地址 比如說這個名稱 我們叫做合併 地址 OK然後呢 這邊是一個sub OK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要程式要怎麼賺錢 首先的話呢 將來 各位慢慢習慣了 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我可以把 Visual Pay 編輯器怎麼樣呢 把它 就是有點縮小放在上面 那為什麼要縮小放在上面 因為你可以去觀察你的需求 什麼事 都要縮小放在上面